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职天下》 变故十八 演播鱼洋 看见韩玄一个人走进来 皇上诧异地望着他身后的门口 门前五六个人是带着韩玄进来的亲随 韩玄的半挡以及守门的警卫再没有其他人 皇上站了起来责怪道 死了如何救你一人 不是皇上不待见韩玄 换个其他时间 他绝不会是这个反应 韩刚遇刺了 韩刚本人身在宫中安危不知 韩中韩征两个成年的儿都不在京师 三子是做学问的不问俗事 家中没有一个成年能派生用场的男丁 可也不至于让一个十几岁的小子来打探消息 韩玄正是发身的年纪 才两个月没见又窜高了一大截 手高细条的样往那里一站就像在衣服里晃荡的木头架子 脸颊上窒息未脱 肩膀也窄得担不起大事 皇上心里烦躁 韩刚不在 韩家里面都没有一个主心骨 派一个老成点的门客过来也是好的 齐国夫人出身世家 宰相之女 怎么把事情办得乱七八糟的 这里是警察总局 如果不是自己在此坐镇 即使斩雄妃都是要听后指派 韩家来人可不只是打探消息 如有变故 那是要当机立断 应对大局的 甚至有可能张顿遣人来多权 也必须能够顶得上去 韩玄如何能够做得到呢 不然还能有谁呢 韩玄笑嘻嘻地拱手 笑容中毫无音意 看起来像是根本没有听明白皇上语中之意 可说出来的话却证明他全然明了 小子奉家祠之命来此探问案情 家祠说武藏必在这里 一应事宜 尽可交托武藏 皇上神色一动 哦 齐国夫人当真如此说的 正是 家祠命小子来问一下武藏 刺客的身份查明了没有 案子是否有进展了 韩玄点头肃容道 家祠为人妻 小子为人子 是与这意图谋害一家之主的贼人不共戴天 还请武藏 在戒备惊师之余 不要忘了都办此案 皇上肃然回应 请回报齐国夫人 皇上定会加紧度办此案 早日擒拿贼人归案 看来是自己想错了 齐国夫人有见识 有眼光 遇事而不乱 且能一眼看出了这桩案子中的可供利用之处 不愧是王相公的女儿 韩相公的妻事 对于朝堂漩涡中打滚的皇上这等重臣来说 真相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可以利用这些来做些什么 趁机发难 甚至能一举掀翻张顿的势力 就算做不到如此地步 也能逼迫张顿同时卸任 但是若是把心思都放在这方面 可就无法分心去调查案件的真相了 自身遇刺的韩刚 甚至都不会将全部心思都放在破案上 而是会尽可能的利用这一案件 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 把罪名栽到要针对的政敌身上 以皇上对韩刚的了解 他肯定更加注重政治利益 但齐国夫人看起来并不这么想 贼人今天能够刺杀韩刚 明天就能够刺杀韩家的其他人 比起在朝堂上扬眉吐气 齐国夫人看起来更加看重 刺客和幕后黑手的身份 甚至派了儿子 来到这里问一问 到底能不能破案 四郎可以安心回去 禀明齐国夫人 既然有我皇上在此 肯定会紧力都破此案 不管能不能查出来 齐国夫人的脸面上 当然要敷衍过去 皇上打得干净利落 韩玄走的也是干净利落 有皇上的承诺 当然就没有必要在皇上面前多纠结 临走时 皇上还问了府中情况如何 韩玄含糊的回了一句 不仗不用担心 家里已有所备 并非是敷衍 韩刚遇辞之后 第一时间遣人通知到了家里 韩玄这个能派上用场的儿子 直接就被打发出来打探消息 家里现在怎么样了 他却是不知道的 稍加说明 韩玄告辞离开 出门后脸色就阴沉了下来 带着心头的一团火气 去找展雄飞和丁兆兰去 皇上一脸的要借机使坏 韩玄如何看不出来 皇上三十多岁才得以入朝为官 这位开封之府是什么样的性子 韩玄多少也是知道一点的 功名之心甚至 想积身良府 乃至相位的欲望不比任何人差 一出事就把警察抓在手中 父亲身边坐幕僚 是学到的本事给活学活用了 有这份心思在 哪里会用心去找犯人呢 肯定是想方设法把事情归咎于张顿 之后就窜到父亲 干脆利落的解决这一最大的对手 自家父亲的性子 韩玄自始了解 为了一世清明 能放弃几辈子的荣华富贵 到时候肯定还是要退 又没有了张顿 张系成员遭到的清洗 韩系的核心成员顺理成章的入主督唐 太舒坦了 韩玄包含着恶意的想着 青云路都颇好了 就等着皇上走上去了 也不是接了几辈子的德 才有如今的好运气 不过韩玄没有就此事纠缠下去 他不想去见皇上 却还是见了 他来这里想找的是丁兆兰 最多再拜见一下战雄飞 谁料想皇上早早的就过来了 拿住了兵犬 虽然现实情况比书中能说的复杂了百倍 但安全性又高了一重 这样一来只要家里守得住就不用担心之后的风险 韩家家中续养官中健而上百 今日即使韩刚带了亲随上朝 还有两三百人 等到消息来到韩府 随即就进入了临战状态 大批人才包括后府研究区域的学者及其家眷 都被集中到了前院中 有六百多人 包括一些接受过枪械训练的 火器的好处在这里就体现了出来 能与武夫比划拳脚或十八班兵器的女子 事所罕见 但换成是对力量要求不高的火器 女性能够发挥出的战斗力 就不会输给男子多少 韩玄都不知道 自家府内竟然藏了这么多的武器 且拥有这么多的火器 却一点也不知见好就收 升职都改了 这些人是世上最不容易犯法的一类 图标委是立法者 依据朝廷前年所班 原有鞭策 只有口径超过八分的碎发枪 才是民间禁品 但收藏非禁品枪支 需要有持枪证 同时枪支也必须 另外低档或要登记 都必须要到官府指定的店铺购买才行 非是碎发枪 那既然不在禁令之内 而即使是碎发枪 口径也必须在八分之上 寒假的一水的七分五离 牢牢卡住底线 这就是立法者的作用 而购买枪支弹药皆需官营的 这是管束民间五倍的手段 官营的枪支弹药多有质量低劣 许多从尖属工厂出来 与军品相差仿佛的上等品 到了下面的店里就被偷换成了伪劣产品 正品则被偷卖了出去 世间对此已有颇多物意 当初制定这一道绿条时 由于经费问题不便多纠结 如今一看 确实要修改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职天下》 变故十八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变故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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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故十九》